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2月1日 今天是星期四 這節要跟大家做一節國情消息 習近平 最近這大半年 對於軍隊可以說是幾乎每一個軍種都受到整肅 尤其是火箭軍 以及戰略資源部 除了這兩個部門之外 後勤也是重點整肅的對象 大家知道 採購 後勤這些是游水位來的 買武器 全部都是有回購 大量的人落馬要交代 其中 這個之前據說是在家被帶走的巨傑生 即是中共的戰略支援部隊的司令員 最近竟然 是公開亮相 很明顯 他就沒事了 究竟是他沒事 還是 習近平 搞他不低呢 同樣 早一陣子傳出在家被帶走的 前軍委副主席 許其良 這次也是高調亮相 央視也特別拍到他的畫面 首先可能為他闢謠 之前說他被抓了 原來是沒有抓到的 還是拉完之後放出來呢 我們就這樣看 似乎是沒有抓到的 外面的消息 有機會是反習派傳出來 也有機會 是一些特意造謠也未定 但是習近平處理軍隊 肯定是 處於一個 鬥爭的狀態 他鬥爭了那麼多軍頭 動了那麼多 不同軍種的人 現在結果引來軍隊的很大反撲 有一個很特別的畫面 要跟大家說說 這個鏡頭 可以充分反映到習近平 徹底的在軍隊裏面 地位是大量的下降 甚至乎 我覺得 張又俠 現在才是軍隊裏面的 話事人 以習近平 只不過 是一個傀儡 首先說一下這個巨前身 中共戰略支援部隊司令 日前在貴州桂陽舉行一場 座談會上出現 究竟他有沒有被抓到呢 根據貴州人大的消息 1月29日 中國軍隊 在北京全國人大代表第四視察組 去貴州集中視察的座談會 就在貴陽舉行 這次視察組是來自 中央軍委的紀委監委 戰略支援部隊 國防大學等等的機關 畫面顯示 參加這個座談會的 包括了 戰略支援部隊的司令員巨前生 還有鄭惠平 樂園等等幾個將軍 北京青年報旗下的微信公眾號 鄭之見 在1月31日就報道 在21年7月5日 巨前生 被晉升為中共上將軍行 這個也是巨前生首次以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的身份公開亮相 今年快要接近62歲的巨前生 曾經任中共總參 總參謀部 技術偵察部的原副部長 軍改之後任戰略支援部隊 網絡系統的 系統部的副司令員 18年升為網絡系統的司令員 21年7月正式升任整個戰略支援部隊的司令 晉升為上將軍行 其實今年 應該說去年 去年7月底 他在公眾視野消失了接近半年 這半年期間 頻頻就傳他被調查 這次的公開亮相 很明顯他已經沒事了 是不是已經查完呢 證明他沒有關係呢 因為較早時的消息 就說他是捲入了火箭軍的腐敗案 他是被整肅的重點人物之一 是一定要動的 結果現在不單止沒有動他 還是恢復他出來工作 很明顯 鬥他不了 好了 當然 我們看到 習近平 對軍隊十分不信任 不斷不斷調來調去 消息也說 中共的五大軍種其中的戰略支援部隊 就會面臨被分拆重組 因為 巨錢生的關係 現在他復出 亮相 究竟 是不是有甚麼問題呢 還是 已經沒事呢 不會再重組呢 另外一個 許其量 又要跟大家說說 許其量 本身就是胡錦濤的嫡系人馬 當時胡錦濤 是 當國家主席的時候 當兼任軍的主席 許其量就是當時提拔的 後來 習近平初初上台的時候 就是許其量 做軍委副主席 一直 做到退休為止 被譽為 是胡錦濤安插在習近平身邊的一個軍頭 到了習近平全面接任的時候 所有人都換走他退休了 他 才完全掌握自己 因為當時張藥核未升正的時候 許其量 還是軍隊裏面的大老虎 好了 在今年的一月初 其實是一月初 外面的消息傳出 中央軍委 要查 前副主席 前副主席 許其量 有消息說他 在家中被帶走 說他受賄金額巨大 其實 中共很多軍人 大家也知道沒有貪污 反而是奇蹟 大家也會貪污 還有 是不是會被人告的 例如 早前空軍司令員丁萊航 他說他收賄金額巨大約1.6億 丁萊航在去年12月 被官方 公告了罷免全國人大代表 撤銷了人大常委 以及 人大華僑委員會副主任的職務 當然 同期被人取消的 有三個常將 四個宗將 還有一大堆的少將 有很多人被罷免 但是 其中 沒有 許其量份 因為許其量退休了 不過 即使退休也好 這次 許其量的楊梁上 就是習近平 是 惠問老軍頭的新春文藝晚會 這次的晚會 習近平 出來的時候被人拍到他暴力難殺 似乎 身體就出現了狀況 之前傳他這個疑心癌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但是 肯定身體出現問題 這次出席的時候 另外還有幾個軍頭 這次 整個中央軍委舉辦 就是惠問駐京部隊老軍部 一個 迎新春文藝演出 出席者除了習近平之外 還有軍委副主席張又俠 何偉東 然後還有三個軍委委員 劉振立 苗華 張星文三個 當然沒有李尚福 但是 也沒有新任國防部長董軍 原因就是董軍 不是中央軍委 即是不是軍委委員 他還沒有去到那級數 所以他就沒有 這次去一齊出席 我們看到一個很特別的畫面 就是習近平 以往 因為這些活動 習近平 入場的時候 在場的老官部 通通都會向習近平 行軍禮 每個人都向他表示尊敬 或者是效忠的意思 而今年 竟然 整個會場裏面 只有一個人 跟他行軍禮 很明顯 就是每個人都不想再向他行軍禮 原因 就是 我已經 看你不順眼了 我們根本就不服你 這個畫面被央視刪了 只是有在現場看到的人 爆料說出來而已 好了 央視刪了這個畫面 還有另一個畫面更尷尬 就是習近平走完之後 後面的就是 軍委副主席 張又俠 而張又俠走出來的時候 在場大部分人 都是向他行軍禮 即是代表甚麼 代表 這個人我們認 前面那個我們不認 這個情況 有點像五代十國 即是說 行頭那個 沒有了道 五代十國 大家知道 由石敬堂 後面劉之軟 到 這個 威 也是 由軍頭 發動政變 是奪權的 當時的皇帝 前一位皇帝也是被人 不是做乖 石敬堂 因為他是李治元的女婿 當時做皇帝的就是他的後輩來的 他也掌握了軍權 最終就發動政變 因為他在軍隊裏面是有權威 到了劉之軟 也是一樣 石敬堂死了之後 他的兒子 石松櫃繼位 然後 我們看到整個變化就是 根本沒有人尊重 石松櫃 石松櫃也不是甚麼好材料 結果劉之軟 鎮比一夫 他是軍頭嘛 劉之軟順理成章 做了皇帝 也是發動兵變 到了劉之軟 太短命了 做一年皇帝就死了 輪到兒子繼位 也一樣 當時的軍頭郭威 他本來打算消滅了郭威 誰知道 全家都殺了 殺了一個郭威 也是因為這樣 郭威被人陷害 只剩下一個侄子 沒殺到 那個就是柴榮 他當作柴榮是養子 最後 一個 後洲政權就是兩個姓 先是由郭 姓郭的郭威 傳給他不同姓的柴榮 柴榮當時 一度跟他的姓叫郭榮 後來就 改為柴榮 這是歷史上唯一一個朝代有兩個姓氏的皇帝 我們看到五代十國都是這樣的變化 坐在台上那個 當你沒有人尊重你的時候 下跌軍頭就隨時動手 現在的情況是不是好像五代十國呢 又或者好像趙香印黃袍家身呢 因為 郭威死了之後 柴榮死了之後 輪到兒子柴中訓 孤兒寡婦 自然被狼子野心的趙香印有機可乘 結果 陳橋兵變黃袍家身 就好像之前的幾個 之前的前任一樣 就是 石敬堂 劉之遠 還有郭威等等 也是跟著這條路走 我們看到 當軍隊裏面的老軍部 那些老軍頭 對著習近平 不理會他 只有一個人向他走軍禮 而後面的張又俠走出來的時候 個個都向他走軍禮 你看得到軍隊裏面那種心 根本就不承認你習近平一個人 其實從這個畫面來看 張又俠 發動軍事政院的機會很大很大 隨時有機會黃袍家身 他只要下一個命令 中央軍隊裏面的人可能就聽 只是很簡單而已 一個人 也不用多了 一個人 只要一枝槍 左輪也好 黑星也好 紅星也好 甚麼都好 一槍就爆頭 一槍就打爆他的豬頭 這樣就可以政變了 你覺得他有反抗能力嗎 你只要控制了中央警衛團 中央警衛局就完成了 所以 我們覺得現在軍隊裏面 是一種很大的暗勇 接下來 會不會發動軍事政變 我覺得很遲 真真正正正 如果是真的發生一件事的話 推背圖就完全中了 有一軍人申戴公 指言我是白頭翁 東邊門女伏金劍 勇士校門入帝宮 很簡單 習近平後睡著了的時候 一槍就搞定他 這樣整個國家就改姓張了 究竟會不會這樣呢 我們就這樣看這個畫面 我們替習近平很擔心 他隨時有機會伸手而出 上吊也不來不及了 就這樣被人家做光了 看不到第二天出 這節 暫時說到這裡 接下來有些新的消息 重大進展再跟大家詳細探討一下 這次時間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 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香港朋友也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讓你上網更加安全有保障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國下 PIA 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人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是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用公共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開始了